韩国中央日报社论26日说,若要消除川普总统的疑虑,金正恩必须亲自出面,以写信或发表声明等方式明确表,打潮,先对LDQUO,全面无核化LDQUO。 的决心,美媒则披露,美国考虑新增数十种新对潮制裁。评论人士文昭,25日在自媒体上表示,川金会的取消,让美国在美中贸易谈判上更加有优势。韩媒,金正恩必须向美国亲自表达5核花决心韩国。 中央社,26日社论表示,美国总统川普闪电宣布取消6MEDAT,12新加坡朝美首脑会谈。 短短9个小时后,朝鲜随即以外务省第一副,向金贵宽,名义LDQUO。 根据指示RDQUO发表谈话,表明了官方立场。分析认为,这份谈话事实上,就是金正恩本人所述。 金贵宽表示RDQUO,我们将使愿意中抱住宽容开放的态度给美方更多的时间和机会RDQUO,LDQUO。 我们希望美方知道,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,以任何方式做下来与美方商讨。 谢绝问,TRDQUO,这份表态的姿态之低,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出自朝鲜。 谈话中还对川普总统,大家赞扬,金贵宽表示LDQUO,川普总统,做出了以往理解总统,都无法做出的大胆决定,并为促成首脑会谈这样。 一个重大事件,做出了很多努力,我们对此高度评价RDQUO,LDQUO我们也默默期待所谓的川普方式,能够真正解决问题,成为一个英明的解决。 报道称,不过,即便重新开始谈判,结果也不容乐观,因为双方围绕,实现LDQUO,全面的,可查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。 CVIDRDQUO,的方式,在分阶段解决方式,朝鲜和伊朗子解决方式,美国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。 川普总统的态度是,如果双方围绕无核化方式的。